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时间是7点14分36秒 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持续的看待今天礼拜四 节目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中华电信的最新的发展 要释出1600个职缺 中华电信最大的退休潮的形成 反而成了布局5G AI的最棒的契机 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 中华电信未来的发展 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交替新陈代谢之下 会有什么样不同的面向呢 我们在7点半到8点 由Bus Orange的创办人戴继泉先生来跟各位来进行专业上的说明 跟深度的分析了 同时昨天我们访问了台北市议员陈兵甫 因为他要参选台北士林大同区的立法委员的补选 他是国民党提名 今天我们要访问的是民进党提名的台北市立委的补选的参选人 何志伟 那他能不能保住民进党的这一席的席次呢 这个席次是姚文质的席次 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陈兵甫他已经很清楚的说 他不会辞掉他的市议员的位置 因为这个市议员呢 他如果是选上 他明年其实还是要再选呢 那这个再选呢 他是蓝绿 他如果选上 他觉得是Sakatou的关系 那他如果明年呢 要再继续参选 那种蓝绿对决 他很可能会输啊 那就变成他的风险很大 他又要辞掉这个议员 如果他这个一年当中又要选三次等等啊 所以他说行动才是表现决心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啊 因此呢 他不准备来辞职啊 那这一点呢 就是他的这个态度 当然我们要看看啊 这个他如何看待 好 我们的这个县市首长们刚刚当选啊 有一些嘉年华 有一些类似的皇家庆典的韩国瑜的就职 还有外国媒体的报道 这个在北部 有一个红人叫柯文哲 在南部啊 有一个啊 这个是呃 的非常啊 这个是引发各界瞩目的韩国瑜 啊 将来呢 那台湾是不是啊 在我们啊 所看到的啊 是呃 选举当中 这个啊 跟啊 政治人物的人气上面呢 这个北南是均衡的吗 还是悄悄板呢 啊 这个12月25号刚刚过完没多久呢 大家就开始讨论的是一个最新的议题了 这个议题就是总统选举了啊 最新的民调总统选举呢啊 那蓝绿之间啊 民调里面最高的当然绿的啊 仍然是啊 啊 这个蓝啊 赖清德蓝的人然是朱立伦呢 那这个如果是他们三个参选的话 其实啊 这个朱立伦呢 跟赖清德跟柯文哲 其实是啊 有三足鼎立的状况 但目前来讲 这个柯文哲的年轻票是比较领先的啊 赖清德其实是呃 后座力很强的啊 这个啊 他的这个潜能是动能是十足的 因为以他现在的这个状况啊 这个民进党刚刚败选了 而且行政院啊 又发生了什么管案啊 这些种种啊 可是赖清德还是有他一定的基本盘的支持啊 那啊 在这个情况之下 蔡英文总统啊 争取连任在党内要提名啊 恐怕都必须有个非常艰困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艰困的状况出在蔡英文总统个人的leadership啊 这个其实老实讲啊 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 他是一个集体式的领导啊 那他是一个论文式的这个实践啊 就是把他的证件当成了他啊 当研究生这个博士指导生的那种啊 他的博士生啊 在这个写论文的那种感觉啊 就啊 政见啊 这个我们两岸关系是这样 美国人批准了 我就照着做一成不变 这个不敢有所转环 或是有所这个弹性调整 那跟老共之间呢 也保持只有一个话语啊 那弄到大家最后都不耐烦 那在这个他的内政部分呢 这个就实践的好像就是已经列好表的做功课 做功课那功课就是转型正义 这个党产条例 然后四帕改革 然后年金改革 然后劳工权益 一的一修 可是嗯 还有五家一产业 嗯 非核家园 那然后啊 这个呃 当然啊 还有啊 这个相关的其他的细节 其实也不是很重要啊 那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就会发现了 这个不是写论文 蔡总统 他以这个论文题目的方式 列出了他的证件 可他执政之后 他以为这就是写论文 写论文 而就由他下面那些年轻的幕僚 不是非常有政治手腕 跟政治经验的亲信们来操作 操作到最后就一塌糊涂 用人不当 然后政治运作也不当 昨天蔡文总统很冤枉 他自己在脸书上说 他真的不知道 这个叶俊荣在24号 也就是平安夜那一天的下午三点 要开记者会 说他要任命管中民 去出任台大的校长 那你不知道那个时机 但是这件事情 你的态度是什么呢 那你不知道 你的亲信知不知道 我实在很想请教蔡英文总统 你不知道 你身边的亲信知不知道 很多事情都是你的亲信去处理 而且处理的乱七八糟 人事是这样 这个政治运作上面毫无 这个手腕技巧 也毫无这个媒体的沟通 跟运作 当平安夜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找不到总统府相关的人士 告诉我们总统的态度 而总统的态度在第二天的时候 才发了一支声明 那个声明软软啪啪 让人看了很好笑 叫做这个令人措手不及 需要检讨 在下面一说 然后总统这几天被人家骂 他可能是默许或是受益 所以他觉得很冤枉 昨天写了个脸书 但是这个脸书有说清楚吗 蔡英文总统 很多事情 你事前不知道 是事前的一小时不知道 还是事前的 很多很多个月都不知道 事前你对这个事情的 十字路口的态度是什么 难道你的幕僚的团队 一点政治技巧都没有 一点政治手腕都没有吗 至少如果叶俊荣要任命 管周敏的话 这是一个高度的政治问题 这个时候的行政院 党跟总统府 跟立法院党团 要有一个共识 然后要做社会上的沟通 特别是对当时卡管的这些人 从法理面 从法律面 从制度面所做的质疑 你要有相当程度的逻辑的回应 结果就被叶俊荣一脚 就听进了万丈深渊 你不知道 你的亲信知不知道 民进党在很多的地方 出现了在选票上大流失的状况 请问你 你不知道的事情 有这么多 那人民会问你 那我是请你做总统 还是请你做 不知道 亲信 这些军策的这些幕僚们 他们三年来做了哪些事情 害得民进党政府 民调连连叠 这些名字呼之欲出 蔡英文总统 败选之后一个月 还没有处理 你的亲信知不知道 郭信良他们这些人 这个在要选台北 台南市议会议长的时候 其实跟台南的这个中职会 所通过的邱莉莉 跟郭清华之间 是有相当程度的对抗 在初选的时候 陈丁飞跟黄伟哲 打得这个头破血流 初选之后 陈丁飞输了 陈丁飞 这个跟黄伟哲之间 还有黄伟哲 道歉的这个问题 那结束之后 议长的选举 其实我访问过陈丁飞 陈丁飞很坚决的说 其实郭信良有得到总统的鼓励 要请教蔡英文总统 所谓得到总统的鼓励 是怎么一回事 是你的亲信去安排的吗 是你亲信去答应的吗 蔡总统 你为什么不去调查清楚呢 党无中央 府 无领导吗 蔡英文总统 你不知道 你也被突袭 你也觉得错愕 那老百姓不是更错愕吗 蔡总统 你错愕 你的亲信就应该被fire掉 那些亲信们 从你上任开始 司法院院长的人选的提名 到南海主权的宣誓 太平岛不敢去 到最后很多很多的 两岸之间的关键的时刻 没有办法发挥 你的筹码跟下棋的角色 就这样子一落千丈 这是不可原谅的 不可原谅的情况之下 蔡英文总统的亲信 蔡英文总统的爱将 蔡英文总统的木粮们 还围绕着他说 可以啦可以啦 我们这个连任是 可以争取到党内提名的 蔡总统啊 你现在的最大的问题 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怀疑你是 这个搞垮民进党的 一个外来的分子 他们认为你不是民进党人 我刚刚讲的 这些都是事实 至于国民党内呢 现在总统的选举 有很多人 有马英九 有王金平 有吴敦义 有朱立伦 在现有的制度之下 吴敦义他强调 要三成的党员 七成的民调 但是就算是党中央握有三成党员的党员名册 我认为 国民党的支持者们 他们在胜选的情况之下 恐怕也会跟着民调走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韩国瑜支持谁 我不认为那么重要 韩国瑜支持的 是韩国瑜所宣示的高雄人要发财 如果两个月之内 高雄人发的只是夜市摊贩的小财 而发的不是一个大财 高雄只是烟花一般的鞭炮 然后这个吧 12月25号 或者是韩国瑜先生夫人 女儿 他们上了时尚封面的杂志 当然现在还没有上啊 这个的话 那么韩国瑜 他的指手画脚的能力 其实也是会受到大家检验的 另外一位柯文哲先生 他把林周明干掉 一月初他就有一个考验 那就是大巨蛋了 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的人民要张大眼睛 要跨越蓝绿 我们的人民 要对你自己心中 所知道的一个台湾的发展 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台湾现在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过去有这个 敌对的一个渊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 很不喜欢大家叫台湾 叫台湾 因为他认为台湾是中国台湾 但是台湾人认为 台湾是中华民国台湾 很多独派的人是讨厌中华民国 他们要把中华民国干掉 那可是把中华民国干掉之后呢 又变成了 是什么样的一个台湾 所以台湾是一个悲苦的一个岛屿 这个岛屿最后 这个国家的名字 要有两千三百万人 将来在这个宪法的情况之下 大家来做决定 目前很多人要的 只是现状当中的现实 那就是大家希望薪资可以提高 大家希望工作机会可以增加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中华电信的 一千六百个职缺 受到大家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的 其实台湾的这个数字 这个在招商上面 今天我们看到 是工商时报就说了 这个经济部公告有五亿元的案件 两百七十七件 这个就是说超过五亿元的 这个投资案件 有两百七十七件 金额比去年成长了百分之二十五 因此今年的超商是非常亮眼的 这个破了二点二兆 好 在昨天我们看到了高志鹏先生 他这个很惨 他被判这个有罪贪污 那收了什么五十万 说他有什么实质影响力 等等 那很多人说还因为绿营败选了之后 连司法上都在追杀 但这个案子已经很久了 好 这个高志鹏所留下来的三重的立委选举 这个今天也有人倡议 说要让陈景俊去选 这个绿白合作 那当然绿的有余天 是一个强棒 那蓝的呢 李乾隆先生好像是不想选 要叫新北的这个年轻人朱俊晓来选 但是不管怎样 又有不选之战了 又有什么白绿合作了 民进党现在被纠缠到白绿 跟柯文哲之间的关系 他继续这样子被各界拿来消遣了 其实民进党就不见了 这个蓝莹啊 对民进党的最大的伤害 或是最大的征战 就是用柯文哲去吸律 这个吸律大法 最后这个就不见了 这个民进党就消失了 然后蓝莹再来打柯文哲 好 这个苹果日报的评论 今天写新科县市长 蜜月期结束了 我觉得写的还不错 那这个竞选支票 小心要跳票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 骨关的空气 对于卢秀燕来讲 他这个挖空心思 但是最后真的空气会变好吗 这几天大家都应该会注意了 花莲也是如此 等等 这个 都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关注 媒体的存在 的重要 大家也都理解了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